印小微助理吳順明 前北市督發局長黃錦茂 交保後雙雙遭到傳喚 十二號一早先到廉政署問訊 下午則移送北檢赴訊 顯示檢方對賄賂 還有金流細節 還有更多重點待釐清 證人部分 林傳媒董事長施威權 一早也現身北檢 自稱以證人身分出席 外界也好奇 到底他在精華沈案中 扮演什麼角色 你可以質問在 各位能隨意的檔案裡面 我是以證人身分出席的 其他麻煩各位請教檢察官 面對媒體追問 施威權始終不肯鬆口 另外被約談的有力人士 還有他 跟精華成功怎麼關係呢 還是在問政治獻金的 口罩毛毛包緊緊 黃昌營造董事長江澄金 這回也作為證人出庭 回溯二零五年到二零一七年間 黃昌建設設下北市府多項工程 包含捷運萬大縣 中校橋引道拆除 以及環南市場改建等等 總計一百四十四億 也被質疑和柯文哲異常友好 跟容積率有關嗎 容積率問題也沒擱置 前北市法務部長 袁秀慧出庭作證 三小時訊問後請回 事實上早在MG149案爆發時 他就是柯文哲委任律師 2016年又被蔡壁如 延覽進北市府 直到金華城容積率爆發爭議 也親上火線到監察院說明 對柯文哲 對金華城都很熟悉 柯市府時期的官員還有他 前北市府副秘書長陳志明 同樣遭到檢方約談 官員證人曾即有潛入身 顯示金華城案 已進入倒數階段 三星的荷蒙只有他一小組 大家一報道